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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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丑 我现在在北斧冷泉 現在是到4 5月的部分了 然後已經到了陰火子虫的季節 所以我今天來北斧冷泉主要就是來拍陰火蟲 那我順便來帶大家來看一看說 北斧冷泉的環境還有附近的景色到底是如何 那就這樣把它弄了出發囉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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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小黑 這邊有一座吊橋 那邊也是有一座石橋 走過來以後 就可以到北斧冷泉 它前面有一個標示 它昨天可以看到有一個 河川造景瀑布吧 那邊都可以過去走一走看一下 北斧冷泉 從雕橋走過來我們現在走到的是冷泉的部分 大概可以到這有兩池冷泉池 看起來水是蠻黃蠻髒的 可是這裡有公告寫說 為什麼冷泉池會比較左 他說這邊的冷泉是用碳酸跟硫磺 所以顏色會比較黃一點 那其實這蠻適合就是夏天啊 比較熱的天氣的時候可以過來這裡泡一下 然後兩池泉池以外這裡也可以用來泡腳 這有泡腳用的 我現在走到河邊這邊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瀑布 其實這邊夏天這邊的水其實還蠻淺的 蠻適合夏天來這裡玩水 可是還是要注意一下那邊氣流比較穿 就不適合過去 所以來這邊玩水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OK我現在要求好去煙火蟲派適的點 可以看到嗎?在那裡已經有人在架腳架了 所以等一下要的景是從這裡去拍過來 然後這一片花都會是螢火蟲出貨的地方 那就等晚一點看螢火蟲的狀況如何吧 一整排的相機 嗨!今天超可惜的好像天氣太冷了所以沒有看到螢火蟲 那沒關係我們下次再來雪池 那下次再來挑戰囉 唉唷!我又來了 上次沒有看到螢火蟲 所以今天就來雪池 所以今天決定就是沒有看螢火蟲我就不回去了 那我們晚一點再來看看螢火蟲吧 GO! OK現在天黑了 然後今天非常幸運有看到螢火蟲 可是也非常不幸運的就是 今天螢火蟲都在右邊的樹蟲裡面沒有飛出來 所以導致今天拍照並不是很理想 那沒有關係 那我非常推薦就是 夏天的時候大家來這裡玩玩吸水 然後泡泡冷泉非常消暑 好螢火蟲季的時候也可以來這裡 看看螢火蟲拍拍照 那如果觀眾們有推薦的螢火蟲景點 或是秘密的拍照景點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喔 那我們下次見喔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